透過這張圖 你可以一目了然 目前山圖的位置是在鵝鑾鼻東南方 鵝鑾鼻在這 東南方大約510公里的海面上 移動速度很緩慢 它是以每個小時10公里的速度 慢慢的向西北方的方向來前進 它是向西北溪 轉西北的方向來前進的 好 那之後呢 等它靠近台灣之後 你看這路徑圖 靠近台灣之後 它就會北轉往上走 從路徑上看起來 等到它北轉之後 它就會沿著台灣東方近海來前進 在稍早的時候 8點半 氣象署已經發布了海上颱風警報了 那山圖的暴風半徑 目前也持續的增胖增強當中 最新是7級暴風圈半徑有120公里 但是它的暴風半徑持續的擴大 還在增胖增強當中 氣象署表示了今天 山圖它的颱風呢 它增強速度非常快 未來強度也會迅速來增強 很快它馬上就會從青台轉為中台了 甚至強度呢 有可能來到中台的上限了 好 從這個動態路徑圖 你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由於這山圖它的路徑稀修了 它原本其實沒有靠這麼台灣這麼近 但是它最近看起來預測路徑圖更靠近台灣了 好 從它的路徑上看起來 更靠近台灣之後呢 當然對台灣的影響就更大了 從氣象署的最新這個預測預測圖看起來 目前它是在靠近台灣之後 好 它就會北轉往上走了 禮拜三之後就有可能會北轉往上了 那沿著台灣東部海域往上 大家很關注那路徑會不會再稀修 如果它路徑再往稀修再北轉的話呢 它就有可能會貫穿台灣了 目前路徑看起來是不會是沿著台灣的 這個東部海域走 但如果它比較晚再往上走的話 好 它如果走到這再往上走 那很有可能就會貫穿台灣了 好 那對台灣的話 如果貫穿的話當然影響就很大 但目前呢 是看起來是沿著東部的 嚴寒的海域來走 但是氣象署說不排除會登陸哦 那所以呢 現在海上颱風警報已經發了 什麼時候發陸警呢 最快最快 今天深夜到清晨 就會發布陸上颱風警報了 而這個山徒兒呢 它對台灣的這個影響是禮拜二 禮拜三對台灣影響是最大的 降雨趨勢圖我們帶來關注的是 今天29號嘛 禮拜天 這個受到了颱風外圍環流的影響呢 這個桃園以北 台灣東北部 還有恆春半島會陸續開始下雨的 好 但是到了禮拜一之後 雨就更大了 來看到禮拜一上班上課 但是呢 受到這個山徒兒的 這個外圍環流影響更靠近了 風雨是逐漸增強的 尤其在東半部地區 好 從這個北海岸呢 宜蘭 花蓮 台東 這都是呈現紫暴的一個情況 風雨是最大的 好 那來到禮拜二 禮拜三呢 這颱風更靠近了 這全臺呢 禮拜二的時候呢 同時也是這個東半部地區 是最為顯著的 尤其禮拜二的時候 它靠近北轉之後呢 這沿著台灣東部的海岸來走的話 你看到花蓮呢 跟台東這一塊 這完全是紫道發白了 雨會下得非常的大 東半部 大台北地區 恒春半島 首當其衝 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情況 再強調一次 這三個地區 宜蘭 花蓮 台東 首當其衝 雨會下得非常大 好 來到禮拜三的時候呢 隨著台灣遠離之後 那當然遠離之後 北部的地方呢 雨會下得比較大 還有在這個東南部地區 雨也會下得比較多 禮拜三的時候呢 到時候它雨勢的預估 有可能還會再修正 主要是要看這個颱風的路徑影響了 所以如果它颱風在往這邊靠 西邊靠 在西偏的話 那雨就會更往這中南部來靠 但如果它是原本就現在的 預測路徑來看 沿著東海岸走的話 那對於這東海岸 還有北部的台灣呢 這影響是比較劇烈的 颱風什麼時候離開呢 要等到禮拜四 禮拜四呢 外圍環流漸漸脫離之後呢 但是稍稍啦 在東南部還是有受到一些影響 所以呢 禮拜四之後呢 颱風外圍環流離開之後呢 雨勢會就馬上趨緩下來的 但是呢 在東南部地區 還是有一些零星的雨勢 要特別留意了 那颱風還沒來 大雨特曝已經發了 今天 禮拜天 受到這颱風外圍環流雲系的影響 氣象署在剛剛上午9點鐘 已經針對全台 七個縣市發布了大雨特曝 好 你看到都是集中在這個北台灣跟東部地區 好 包括了這個基隆市 台北市 新北市 宜蘭縣 花蓮縣 台東縣跟屏東縣 這個是有這個大雨特曝的喔 尤其雨會下的非常大 特別提醒了 這些地區的朋友 沒事喔 呆在家裡頭 不要出門 那另外呢 在台東縣是首當其衝的縣市喔 氣象署也針對了台東縣 就是在這個沿海一帶還有這個外島的這個蘭嶼綠島等等已經發布了陸上強風特曝 藍嶼綠島呢 將會有9到10級的強震風 另外呢 在這個沿海地區這個桃園新竹 還有這個恆春半島沿海空曠地區也會有8到9級的強震風 海邊浪非常大 要特別留意喔 大家要做好防台準備了 那目前看起來這個山陀的颱風在早上8點半已經發布海景了 好 速度呢 很慢 緩慢朝著台灣的方向來移動喔 氣象署預估喔 它的暴風圈很有可能會籠罩全台灣喔 所以呢 這禮拜二 禮拜三影響是最大的 你看到它暴風圈呢 在禮拜二 禮拜三已經是籠罩整個全台灣 就算沒有登陸 對台灣的影響還是非常的大的 在這個東北部 北部有豪雨以上等級 那另外呢 這個氣象署也發布了一個 颱風暴風侵襲機率表 來看到這是氣象署提供的 機率圖也曝光了 藍嶼綠島 這個颱風侵襲機率 來到了97% 98% 恆春呢 是95% 好 台東 屏東 花蓮也都來到了89%跟88% 另外 整個台灣看起來喔 這個颱風暴風的侵襲機率 平均值來到了78%以上 換句話說 好 這個整個台灣幾乎都在暴風圈的 籠罩範圍之內喔 但是大家都在敲碗問說 會不會放颱風架呢 目前看起來要由各縣市政府 看這個風雨的情況再來決定了 颱風山途而來勢雄雄 目前朝著台灣的方向而來喔 根據氣象署的最新表示 山途而颱風呢 在過去三個小時 強度是略為增強的 東北角以及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經過龜山島現場勘察之後 基於離島臨時碼頭靠博等等的安全考量 從今天開始到10月2號截止 是預警性封倒四天 另外 玉山國家公園從今天早上8點半起 是全面禁止入園活動的 颱風警報解除之後呢 會是這個災害復原情況 另外公告入園的時間 好 那根據中央氣象署所發布的這三坨颱風預報呢 今天早上8點半 已經發布了海上颱風警報 林業保育署宜蘭分署考量到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位處偏遠山區 連外道路台七線跟台七甲線等等 每逢好雨恐怕有封閉 會中斷的疑慮 因此呢 園區定在今天下午3點開始 是預警性的修緣 蹦蹦車的最後行駛班次為下午的1點 請友誼要前往太平山的民眾要多加留意了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延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 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 高防曬凝露